好,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水光仪,先从后面的一个总面前打开,打开了之后,你会看到我们的一个界面,界面首先它有1mU,1毫升,2毫升,5毫升,一般的常用的都是5毫升的比较多,点5毫升进去的话,我们会有我们的一个,就是我们真剂的一个材质的一个选择,它的一个就是有分我们的一个水剂的,还有半粘稠的,还比较粘稠的,一般用的比较多的那些调和完了,基本上都是说, 它是属于半粘稠的,那我们点中间的这个,点完之后的话,它会有多帧跟单帧的选择,基本上都是多帧,又选多帧,单帧又选单帧,然后会有个自动跟半,这个是半自动,这个是自动,一般就是说我们都是选择我们的一个半自动的一个调控模式,选择进去了之后,它会有一个深度的调节,深度的调节的话,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脂肪层比较薄的,像我们额头颧骨这个位置的话,一般是0.9到0.9 1.5左右,像一些人,它的脂肪会稍微偏厚一点,可以上到1.8,比较少上到2.1,因为2.1比较深一点,可能扎的操作手法不正确的话,会扎留一点小印子的,然后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脸颊地方,脂肪比较厚的地方的话,我们会调节到1.5到2.1,2.1左右,基本上很少会用到2.4的, 这个深度的调节的话,是根据脂肪的厚厚度的调节的,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负压的一个强度,有1档,2档,3档,4档去调节的,这要看你的一个皮肤的一个,就是说能不能吸附起来,能吸附起来的话,你可以调1档,它就吸附起来了,可以演示一下给你们看一下,就是说1档,还没有装上去,等一下,本来是先调装上去的, 首先的话,我们先把这个,这个针头的话装上去,这个我们一般来说,如果,一般来说是盖上去的,因为这个用过的,你把这个拉回来,把针缩回来,把针缩回来,然后把它盖上去,把它装上去,这里会有个孔,对应的孔,然后装上去,然后往,装紧了,然后再把这个,我们的一个针剂装上去,针剂装上去,到这个程度的时候,你往上推,我们会有一个, 按键是往上推的,你推上一点,推上一点,然后再把它给,用手力的,把它给,卡紧,好,卡紧了之后,卡紧了之后,你可以看这中间的话,是有很多空气的,我们要把空气给排出来,可以慢慢的把它排出来,好,就可以了,排出来了之后,把这个拧紧,因为我们有一些,就是说我们的一个针剂的,一个针筒的话,它会偏小,然后不管, 是小的,大的都好,装上去了,把它拧紧就好了,稳固住了,就好了,然后这里会显示着一个,就是说注射器是否已排进空气,然后排进了,就显示,显示了之后,我已经调节好强,负压了, 调节好负压的话,它一一的负压的话,是比较小的,就是这种程度,一吸上来, 一般来说,要吸稳一点,打的时候,打的过程中,才不会出现漏液的状态,打的过程中,一定要随时,随时去打,吸不好了,然后就按一下输出液这个,按一下输出液这个按键,它就直接输出了, 然后这里的话,就是我们的一个速度,速度的话,就是我们扎进去,静针,静针停留在输液过程中的一个时间, 一般情况下的话,这个速度的话,根据你的一个材质跟顾客的一个吸收,皮肤吸收有关的, 一般情况下,我们都是调2.0开始的一个速度,如果你打进去的时候,你感觉,感觉剂量,剂量整个操作过程中, 它打完之后,都没有冒那种水珠的情况下的话,你可以调节它的一个速度长一点, 就是3.0的话,它的一个停留时间长一点的话,那它的一个剂量输出就会多一点, 下面的话,就是它的一个剂量,那我们的一个剂量的话,最少的话是10m, 10m的话,也要看你的一个材质,如果你是水质的材质的话,你可以偏小一点,因为水质的比较好吸收一点, 然后,我们的一个,不是,是水质的话,你可以调高一点,然后我们的一个粘稠质的话,你要调小一点, 因为粘稠质的材质的话,它不好吸收,如果你调的过多的话,它吸收不了,它会溢出来有漏液的一个状态, 一般我们都是从10开始慢慢的往上调,打在皮肤上面的时候,看到如果有漏液的情况下的话, 我们可以把速度减下来,或者把μ数减下来,如果μ数已经是最小的话,那你要检查一下我们的一个仪器是不是吸部, 有没有吸部紧你的皮肤,吸紧了的话,如果没有吸紧的话,你可以按这个,我们会有一个校准键, 我们这个校准键的话,你可以看这个校准这里的话,现在是处于这种状态, 你按了校准之后,它会出现一个横杆,一直按着不动,然后出现横杆,横杆了之后, 然后我们如果有发现增凸出来的话,就往后退一点,往后退一点的话,调节好了之后, 然后再长按这个键,再长按这个键的话,就会又回到原始的一个工作状态, 这样子的话,基本上就不会出现,就是说吸不起来的一个状态了, 这个μ数剂量的话,就是按照我们的一个材质跟顾客皮肤吸收的一个程度去调, 从时慢慢往上加,只要加到它,就是说吸收进去没有漏液的情况下就可以了, 没有溢出来的状况就可以了。